2022年4月26号 巴基斯坦比鲁支分离主义组织的女性自杀炸弹客 袭击了卡拉奇大学附属空子学院 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造成四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中国公民 从恐怖组织放出的消息来看 这次袭击专门针对中国公民 从现场的死伤情况来看 显然也确有这样的意图 而至于袭击原因更是差强人意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人员 已向所有媒体证实了上述消息 并表示三名遇难者均为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中方工作人员 随后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官方发推表示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对卡拉奇爆炸事件中 有中国公民伤亡表示悲痛 袭击过后没多久 比鲁支解放军在电报群 宣称对这起自杀式袭击负责 袭击的目标是卡拉奇大学 附属孔子学院门前的一辆小客车 该组织还声称 这是他们首次派女性 执行自杀式袭击任务 巴基斯坦警方已确认有四人死亡 包括这个孔子学院的三名中国成员 和一名巴基斯坦司机 当地频道播放的闭录电视录像显示 当小巴准备停靠时 一名妇女站在大学校园内 孔子学院入口附近 当车辆离她不到一米时 她转过身去 启动了她的爆炸背心 该大学的犯罪学系教授 纳伊玛·塞易德说 我们正在院长办公室开会 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感觉就像屋顶在坍塌 或者地板在开裂 我们冲了出去 她补充说 我们环顾四周 看到烟雾升起 使用人肉炸弹 是比陆支解放军 采取的新策略 该组织发布了一张 炸弹袭击课的照片 一个身穿棕色工作服的女人 笑得很开心 举着两个手指 事件发生后 巴基斯坦外交部 在其官网发布声明 强烈谴责 在卡拉奇发生了恐怖袭击 这次袭击夺去了 无辜者的生命 包括在孔子学院工作的 中国公民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 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 声明称 巴基斯坦执法机构 正调查该事件 力求将罪犯绳之以法 当地政府 也正在为伤者 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 这一懦弱的行为 是对巴中友谊 与持续合作的直接攻击 巴基斯坦和中国 是亲密的朋友和铁杆兄弟 非常重视中国公民 项目和机构 在巴基斯坦的安全与保障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也在第一时间 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 对两国遇难者表示 神气哀悼 对伤者和亲属 致以诚之畏文 将会同巴方 全力做好事件 善后处理工作 使管令称 已在第一时间 启动应急预案 要求巴方 全力救治伤员 对此次袭击事件 进行彻查 严惩修重 同时要求 巴各级相关部门 务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全力确保 在巴中国公民 机构和项目的安全 确保类似事件 不再发生 说起这次恐怖袭击的唯一原因 那就是笔鲁之解放军 恐怖组织认为 中国对巴基斯坦当地的投资 并没有让巴方取得任何利益 反而被中巴两国以经济合作的名义 剥削 这也是笔鲁之解放军 这几年来屡次针对华人 或相关设施 发动恐怖袭击的动机 法新社曾经有过报道 中国投资的项目 经常在巴基斯坦引起剧烈的不满 特别是在笔鲁之分离主义团体中 他们认为 当地居民没有从这些项目中受益 因为大部分工作都被中国老公占据 早在去年8月20号 巴基斯坦西南港口城市 瓜达尔发生一起 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目标是一辆载有中国公民的汽车 事件导致包括一名 中国公民在内的三名成人受伤 两名儿童死亡 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 一个小男孩从附近的渔民聚集地跑了出来 在距离车队大约15到20米处自爆 这四辆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 由军队和警察护纵 事后 李卢之解放军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并称BLA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车队 进行了一次自我牺牲的攻击 而就在这次 两死三伤的恐怖袭击发生了一个月前 7月14号 中方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搬车 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 造成13人死亡 包括9名中国工人 2名巴基斯坦士兵遇难 此外 还有28名中国公民受伤 据调查 此事件的幕后黑手 是由印度和阿富汗情报机构支持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凶手不适巴基斯坦国民 本月11号巴基斯坦全民投票 选举反对党领袖谢赫巴兹谢里夫 成为该国的下一任总理 前任总理伊姆兰汉因不信任投票下台 运作近四年的联合政府被迫结束 汉是巴基斯坦首位因不信任投票被罢免的总理 自1947年建国以来 没有一位巴基斯坦民选总理坐满五年任期 但换届并未影响到中巴关系 谢里夫上台后首先表示 中国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但再稳固的中巴关系 也抵挡不住四处飞来的恐袭案件 希望现如今 仍在这些危险区域生活的 包括中国公民内的所有人 安全都能够得到切身的保障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